第一,我们个人的因缘根基各有不同 所以容易造成急功近利和修行有漏 请问我们学佛人如何能够稳健持久有效的修行 才能够增长我们的福德和自慰 请恩师慈悲开示 实际上呢 要学会什么叫有效的 就是恒心,用恒心来增长 实际上一个人能够守戒,你就能恒心 守戒是什么呢 必须每天要对照菩萨的戒律 就是说什么可以做,什么不能做 你这个人就能比较持恒永恒地在修行 很多人就是因为不能守戒了 他慢慢地就会掉了自己的慧名 所以真正地有智慧的人 就是说经常要想到我这个不能做,这个可以做 在学佛当中有一点点功高我慢了,哎哟 菩萨不可以的,我不能这么样的 然后过一会儿呢,我有一点点私心了,哎哟不能贪 哪怕脑子里有一点点念头出来,这个我可以要吗 哎哟不能要,这个不行 这个会出事,会影响我修行的 就是这么如履薄冰的去修 明白了吗 然后你才会修得越来越好 因为如履薄冰你才会一步都不敢走错 这样你才不会走错路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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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监